社群平台上好几则缅甸文讯息 说的是出于经济考量 我要捐赏 还简介自己的性别与血型 并提供联络方式 2021年缅甸军政府政变夺权后 经济一路坍塌迄今 全国5400多万人 近一半活在贫穷线下 穷人竟被迫上网卖器官找活路 美国媒体CN追踪调查一年 终于一名要卖肾的缅甸男子联络上 了解他因为被控为反对派运输货物 遭军政府拘留折磨 失去工作 欺小顿失所依 媒体于是跟着他的脚步 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医院 进行移植手术 男子的肾 卖给了一名富有的缅甸籍华人 得到的报酬 其实器官买卖无论在缅甸或印度都不合法 以印度来说只有亲属得以捐赠 但仲介造假文件合成照片 硬是把缅甸男子的身份变成家人 社群平台脸书的母公司Meta 目前已移除了贩售器官的网页账号 表示着违反公司政策 不过缅甸穷人背歌 恐怕人将持续低盈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